游戏王卡图故事之荷鲁斯 在古埃及一座王家的墓室里 有一面巨大的石壁 那上面雕刻的是有关于法老的守护神荷鲁斯 以及其四个儿子的形象 荷鲁斯之黑炎龙 那是外形犹如一只巨大的老鹰 能从嘴里喷吐出黑色火焰的银色巨龙 其在古埃及被视为王权的象征 并被当时的王室受命作为法老的守护神 是带守护着王族 根据石壁上记载的金字塔文得知 古埃及人会将死者的内脏 保存在名为卡诺比斯的罐子里 以攻来是石壁 而守护着这些罐子的 正是荷鲁斯的四个儿子 长着人脸的伊姆赛特 保护着死者的肝脏 他身着蓝色胡适 手持长枪与盾牌 其象征的是荷鲁斯的荣光 代表南方 长着沸沸头的哈比 保护着死者的肺 他身着绿色胡适 手持棍棒 其象征的是荷鲁斯的仙道 代表北方 长着狐狼头的多姆太夫 保护着死者的位 他身着紫色服饰 手持弓箭 其象征的是荷鲁斯的祝福 代表东方 长着鹰损头的凯布珊纳夫 保护着死者的肠 他身着棕色服饰 手持法杖 其象征的是荷鲁斯的家伙 代表西方 四位神奇在阴间侍候着 已经死去的国王 他们会为其清洗面对 打开嘴巴 消除饥饿与口渴 以上信息就是记载在石壁上 关于何鲁斯 以及王之关的全部内容